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人不是三宝的问题 是白玉堂行为的问题 现在咱们这开封府对于他来讲 陈昭下话没说 怎么跟公园也差不多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随意说拿点什么就拿点什么 虽然现在白玉堂没有作恶之心 那保不起以后他心生歹意 那可不得了啊 大人是国之重臣 百姓的保护神 怎么能让白玉堂随便出入这开封重地呢 不行 大人 我一定将三宝追回 这正说着呢 三蜀弟兄到了 看清卢方徐庆跟蒋平听说了 听说开封府丢了东西了 这三宝怎么回事 他们不知道 但是听说这事跟白玉堂有关系 可把他无方气坏了 这白小五他又作妖啊 赶紧瞧瞧就吧 本来今天晚上这哥仨没事 现在穿戴一臂也来了 到这扑通贵岛就请罪啊 哎呀我家五弟又来自事 还望大人饶恕 把我的人都笑了 我说大义是啊 三义是四义是不必跪了 起来起来 我没有怪罪吗 现在正跟熊飞在讲 怎么能借着这个事啊 把你们的五弟给请到开封 哎哟 吴芳心说这大人说他太客气了 这都不是请的事 再拿他 再抓他 大人哪 我能不能看看那张字箭啊 拿去看来 卢芳接在手里一看 没错 白小五的字啊 这写着呢 战戒三宝还战戒三宝 嗯 白玉堂你等我看见你 他不扒了你的皮 卢芳大骂不止 这时候啊 展昭倒来宽慰 哎呀 吴大哥 您不必动怒了 是方才我已经想了 白五帝此刻 恐怕已经带着三宝 出离东京汴梁城了 他出离东京城 一定会按照信件上说的 把三宝带回松江县空岛 以余下之鉴啊 我现在就动身 去一趟县空岛 什么 吴芳一听 展昭 您要去县空岛 正是我想跟白玉堂 把这事情说清楚 哎呀不可 陆坊连连白手 展也去不得呀 您要知道 我们那陷空岛上 非比寻常 那不是一般的岛子呀 当初白金堂在世之时 跟白玉堂这哥儿两个 把现空岛造得是遍布机关 简单跟您说吧 那岛上三丰六岭 四岛七窟 三窍二十五孔 您不去则可 去了必造白玉堂所亲 卢方这话可不夸张 当初白金堂在的时候 他善于研究的就是消息埋伏 把这陷空岛给造的 一般人上不去 虽然那上面没有什么窝刀 梨刀 独弩要件 可也差不多 当初为什么 把这岛造成这样 不是别的原因 因为那时候岛与岛之间 经常有争斗 为了抢买卖 这个现空岛数大招风 所以是为了自保 为了护卫 所以才把这岛给建成这样 后来白玉堂 在他哥哥基础上 又给升华了 又加工了 所以这么一说呀 听着挺吓人 卢方是好意 展爷您可千万不能去 去了 肯定让白玉堂把您捉住 展昭一听不妨事 捉就捉住 我本来就想跟白武帝 见上一面 他捉也好 拿也罢 我们两个见了面 就能把事情说开了 展昭这话说的也有道理 是吧 不会见面吗 那卢方一听 那您也不能去 一定要去呀 这我们弟兄三人 跟你一块去 哎 蒋平一听 大哥 这话可说到点上了 咱哥仨跟着一块去 回陷空岛 人熟事一宝 咱们往这一站 小五啊 他就不敢乍刺资毛了 哎 展爷 您等着我们 明天咱们一块动身 肯定在明天呢 现在天色已晚 展昭一听啊 蒋四哥 您说的在理 杜大哥 您说的也在理 那这么着吧 明天天亮 烦劳三位陪同 咱们一块去陷空岛 好 这商量完了 大人一看 那各自安息去吧 再休息啊 没过多长时间 大人也睡觉了 到第二天天光大亮 再接着研究啊 是什么时候动身 什么时候出发 带点什么 用不用带兵 卢方徐庆 蒋平 就在这儿 候着包的人 左等包的人不来 右等包的人不到 还怎么回事啊 这天呀 说现在话 都快到十点钟了 这包的人还没到呢 这怎么回事啊 包的人睡懒觉 不对啊 包的人从来不睡懒觉 三更免五更起啊 哎 又等了等 大人来了 大人到这之后 看了看啊 三位 你们在这儿 等着本府 正是咱们研究研究 对陪着展爷 去趟陷空岛啊 大人展爷呢 三位 你们还不知道啊 此时此刻 展昭已经出离 东京遍梁城 去往陷空岛了 啊 可是他一听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感情 头天晚上 展昭啊 好好好 是是是 点头应成 那叫权宜之计 打心里头 展昭早就急了 他等不得这三属弟兄了 展昭怎么想的 他在想白玉堂啊 你欺人太甚了 左三番右两次 你咄咄逼人 我展雄飞是步步退让 可现在你呢 把事情做得太出格了 你在开封府 盗取三宝 你这不是忘了我展昭 脸上抹黑吗 我之前一直想跟你化解这个事 拿言语打动你 知道削了你的刀 你心有不分 都是练武之人 你觉着脸上无光 那话是开心 要是你得容我说呀 可现在展昭明白了 言语打动不了白玉堂 这个人呢 就得拿真本事降服他 看得出来 白玉堂是福高人的 那我呢 就得来点硬砍石凿 我跟你比试比试 咱俩见了面 我不用我的拒鹊宝剑 拿一口普通宝剑 我跟你比武艺 那时候让你看看 什么叫猫 什么叫鼠 然后我再跟你讲讲 这玉猫封号是皇帝封的 不是我展昭讨的 不信问你三家兄长 这展昭想的 他也在叫着自己的名字 展雄飞 你也特意软弱了 如今呢 虽然是国家五官 别忘了当初你是江湖上的南侠呀 那展昭啊 练武之人 凡是练武之人 他都有脾气 都有刚火 只不过展昭比一般人 他有城府 有深沉 现在啊 这城府深沉也没了 让白玉堂逼的 展昭明白 古人说过这么一句话 秉清平干江之气 府中无声应激立断 我不能再等了 所以当天晚上 等大伙都睡觉了 展昭啊 偷偷来找公孙先生 把自己这番意思 跟先生说了 说我一刻也等不了了 我也不想秉明大人 我展昭斗胆 来个先斩后奏 先生您明白就行 您知道我去哪儿就行 一旦见大人问起 您好有个答对 我拿您当知己 您一定理解雄飞这一片苦心 我这不光是为了自己 也为了咱们开封府 得到安宁 跟公孙这么一讲 先生不住点头 公孙先生了解展昭 展昭这人呢 不会轻易做越轨之事 他既然这么想了 肯定啊 在心里边就做过多少盘算了 不会鲁莽 那展爷 您要去可一定多加小心 是是是 只是有一节呀 先生在烦劳您给我一份录影 录影啊 这是公孙先生职责所内 感情是先生这个人呢 专门负责开条 出门条啊 录影啊 这些东西都归他管 录影是什么呢 就是百里之外 办公差 这么一份公文 得随身带着 这归公孙先生开 公孙先生一听得了 展爷我为了您我破破力 连夜开出一份录影 交给展昭 展昭带好之后 背上自己拒鹊宝剑 周身上下锦尘利落 辞别公孙先生 连夜出离东京城 趁水路奔网松江 展昭啊 在这船上心急四溅 看着这船往前走 借着月色看得清楚 炸出一道水纹 他心中暗响 恨不得泪声双翅 飞到松江 那么书要简短 飞止一日 来到松江地面 到松江之后 展昭先去求见 松江之府 你看 这就是展昭 说到家 这人还是有深沉 做事不莽撞 已经牵扯到 皇宫内院开封府 这就是公事 那么既然是公事 就得公事公办 否则也不会轻易 开这路隐 那么到这来 路隐城上 告诉守门的 这有职业班的 就是我要求见 李家 宋江之府大人 这人一看好 开封府来的 不敢怠慢 到这也是晚上了 连夜 就把这知府给唤醒了 大人您别睡了 开封府来人了 松江之府 一下就坐起来了 揉揉眼睛 你再说一遍 哪来的 开封府 容我穿戴 好 穿好官服 跟着这差人出来了 到门口 展昭一亮腰牌 这上边 写的跟那录音 写的一样 开封府 御前四品 带刀护卫 展昭 展雄飞 知府一看 这是大人物 之前听说了 岳武楼现役 新封的 好 四品官 这跟自己 基本就平齐了 展爷 里边请 请到里边落座 展昭这才知道 这位松江之府 姓田 叫田启文 也是一位清官 田启文 可就问了 哎呀 展爷 您这么晚了 到松江 什么重要的事啊 哎 严大人 我这也是 不得已而为之啊 展某心急四剑 急于来到松江 我呀 是为了找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呢 就住在 陷空岛 啊 田启文 你听什么 陷空岛 陷空岛上 有五亿弟兄 哦 不错 陈昭一听 您也知道 五亿弟兄 哎呀 展爷 何止知道啊 不瞒您讲 我这松江地界 一直很太平 当然了 这个太平呢 不光是我们官府 治理的好 这里边啊 有两个庄子 替我们官府 维持这一带的治安 这两个庄子呢 一个就是墨花村 一个就是陷空岛 墨花村上 有丁氏昆仲 陷空岛上 有武术弟兄啊 所以您刚才提陷空岛 我就想起来了 是不是这五个人里啊 还是他们的下人 哦 战昭一听 点点头 大人您说得极是啊 是方才 我提到这个人 正是陷空岛的 锦毛鼠 白玉堂 啊 田启文一听 白玉堂 白五元外 这个人挺好啊 我们还经常见面呢 他武艺高强 而且经常 帮助老百姓做好事 他怎么了 哎 实不相瞒 战昭就把白玉堂 所作所为 跟田启文讲了 这么一说呀 田启文汗下来了 他后悔 刚才说那番话了 他不是好人 我从说行吗 战爷 这个白玉堂 最大恶极 哎 展昭连连摆手 田大人 公是公 过是过 白玉堂 为百姓做事 这我也听说了 他呢 到东京城 做下大案 也事出有因 这些事呢 您不用操心 我到这来啊 就是为了 跟白玉堂 了结此事 因为他做 这些事的根由 是打我 引起来的 皆因为 猫鼠之争啊 哦 田启文长出一口气 哎呀 我明白了 因为他叫鼠 您叫玉猫 行了行了 这我不多问了 展老爷 您什么时候 去陷空岛啊 这 展昭看了看外头 现在啊 三惊天 按说应该 明天早晨起来 可展昭现在 捧着这么一股火 他等不到天明了 嗯 田大人 由此 到陷空岛 这距离远不远呢 哦 不远 一宿就能到 那正好 我连夜就去 啊 田大人一听 连夜 这太晚了 不不不 如果您方便的话 现在就给展某 背下一只船 行不行啊 田大人一听到 不是不行 就是您太劳累了 不妨是 我在这休息 也休息不好 那就有劳您 派下一条船吧 好 田几文看出来了 好 这这展爷呀 坐卧不宁 这坐着说着话呀 俩手老摁这桌子 老要望起站 就知道待不住 那敢忙安排吧 就安排一条船 连夜 送展昭去陷空岛 临行之时 这田几文还问 也用不用 我这儿派点兵丁 跟着您一块钱去拿人呢 不用 展昭一听啊 实在不可该交的时候 我在寻求官府帮助 先让我一个人去吧 那好 您一路平安 这么着展昭 乘小船 只有一个水手划着船 送展昭奔往陷空岛 这一路之上啊 展昭 这心情很复杂 复杂在哪啊 田的人说了 话里提到了墨花村 展昭在想啊 墨花村那还有事呢 我这还有门婚事呢 这隔了多长时间了 老岳母 未婚妻 那见到自己面 那肯定劈头盖脸的 得数落自己 这么一顿 这耽误时间太长了 哎呀 我这里有苦衷 按说应该先到 墨花村见个面 可攻势在身 身不由己 得了 办完白玉堂这档的事情 再说吧 不住的嘱咐水手 您再快一点 好嘞 这水手划着船 小船行起来 那的速度快了 没用一夜光景 直到过了银时 就来到县空岛 银时那就是五点钟啊 凌晨到这儿 揽戏山湾 挺好了 水手送展昭下船 打了个招呼 这小船走了 此时展昭立于江边 放眼一望 这松江景色是真美呀 夜风袭袭 略有微凉 抬头一看 不远处就是陷空岛 之前丁氏兄弟 跟自己也讲过 自己知道大概的位置 现在离近了一看 这陷空岛 就是四面浑水 这么一个岛屿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但是见得真漂亮 山前桥 桥下全 清流回转 山后池池中 尾是密密严严呢 有一条小路 曲曲弯弯 直通岛上 展昭啊 提一金 登小路 可就往上走了 登这小路 不大会儿的功夫 就来到一座 庄门口 到这儿 收住脚步 抬头一看 庄门上 有一块匾 写三个字 卢家庄 卢家庄 展昭点点头啊 这就是 无数弟兄 居住所在 急忙 上前 扣打门环 啪 啪 啪 开门来 声音不是很大 练武之人 那声音 穿透力强 一下就传进去了 传是传进去了 里头可没动进 哎 怎么回事啊 再打 啪 啪 啪 这么说吧 连打五次 这里头才出了人 好 说这功夫可就大了 得有一个时辰 说现在话 俩钟头 眼瞧着都快七点了 天都亮了 这里头 才有人 踢里踏啦的到门口 嗯 谁啊 谁啊 展昭一听 怎么真不客气 再怎么着 我也是远来之客 我来求见你家 百五元外 知道 现在就百五元 一人在家呢 到这都是找他的 你是谁啊 我是从大东京 辩良城而来 姓展明昭 自雄妃 展昭 那听说过 不过求见 五元外 你拿号了吗 展昭一听什么 拿号 到这见白玉堂 还拿号 拿什么号 不懂规矩 五元外 谁想见就见的 啊 那公众人物 你是 展昭是大地方来的 到我们这儿没小地方人 知道吗 想见五元外啊 你等着吧 一会儿 一会儿发号啊 不定牌子 你哆子 我再睡会儿去 好 听这位一转身 踢他拉回去睡觉去了 可把展昭给气的 真诸多大 奴多大呀 这比看门的 大放厥词 你真以为我进不了你这门呢 我展雄妃这叫先礼后兵 既然打过招呼 你们不放行啊 我呀 翻墙进去吧 纵身行 展昭 就进来了 那身法才快呢 进来之后 也不怕人看见 现在天也亮了 也用不着 躲躲藏藏 本来就是来会白玉堂的 对不对 到这儿你看就正好 可奇怪的是 在这里边找啊 没人 这么大的陷空岛 一看好 这面积不小 怎么连个下人都没有啊 刚才那踢了他拉那个呢 也没有 呵 展昭一想 没人呢 我自己找吧 他呀 顺着这路 往前走 找找找 嗯 展昭就发现呢 这陷空岛这房子怎么盖的 有高有低 这就不平啊 哦 走着走着他明白了 这陷空岛这房子都是一岛而建 一山而建 哎 所以高低不平 明白了 白玉堂在哪啊 登台阶又到这么一大院子 嗯 在阅令门这他发现 这院子里啊 有一间房子 这房子开着门呢 看看去 也不知道是哪 展昭就过来了 走到这门跟前 一看 这门呢 没全开 开一半 顺着这一半 往里看 这屋里还挺讲究 哎 这迎面 金七八仙 太师交椅 一边放着一张 哼 跟前那是一个大的多宝格子 上边摆着前朝古董 金石文丸 挑衫对联 什么都有 这是 这边是 这边什么呀 哎 微微的把这门呢 开开这么一点 往这边一瞧 这边更讲究了 这边啊 是八大雅去 八大雅去啊 那就是 琴 琪 书 画 诗 酒 花 茶 这八大雅去 怎么显示呢 是八扇屏风 美扇屏风 是一幅画 这琴 对的是 高山流水 琪 崇平 对弈 书 蓝亭积蓄 画 破壁飞去 诗 七步成章 酒 洞宾醉卧 花 鱼系连夜 茶 陆语成仙 就在最边上 这陆语成仙图旁边 站着一个人 展昭定睛一看 这个人的背影 怎么这么眼熟啊 他好像是白玉堂 就看他头上戴着 素白段的五升公子巾 倒卷如一头 身上穿素白段的五升公子厂 腰渣大袋 下边 天蓝色中衣 脚下一双薄底快靴 往这一站好像手里头 还擎着一把扇子 是看花还是干什么呢 我呀 说句话吧 谈索一声 白武帝 于兄 倒了 喊了一声就看啊 这白玉堂站这 没回头 许是听见了 诚心要这劲 得了 既然我已经到这了 干戈化玉博 我又比他大几岁 我呀 主动找他去吧 想到这 喵一金 卖门海 展昭进来了 来到白玉堂身后 白武帝 于兄 倒了 这白玉堂 还是不理 嘿 展昭心说 你这架子也太大了 你不理我呀 我到你对面去吧 展昭 就绕过他 来到白玉堂对面 还拍了这一张 白武帝 于 啊 把展昭吓了一大跳啊 就看对面 白玉堂这张脸 是一块木头 不好 这是个假人 撤不抽身 想走 来不及了 就听脚下 嘎巴一声响 触动翻板 占舟坠入了 现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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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